大家好,我是明仙 今天用西兰花和夏仁做这样的清食 既好吃又不发胖 首先整面一颗西兰花 很多人说吃一口西兰花等于吃十条虫 西兰花表面有很多的缝隙 储床的虫卵确实比一般的蔬菜要高 仅用清水洗是很难把它清洗干净的 今天给大家分享清洗西兰花的方法 首先把西兰花切小朵 然后放入大一点的玻璃碗里 倒入一小勺盐 食用间 一勺面粉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西兰花 用手把它搅拌均匀再浸泡十分钟 扣钱时间我们剥一些虾仁 剥好清洗干净放入碗里 撒入一些黑胡椒粉 再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腌制五分钟去腥 再来调一个酱汁 往中倒入一勺蒜末 葱白 一小勺盐 调入一勺生抽 虾油 淀粉 然后倒入小半碗清水 用勺子搅拌均匀备用 西兰花浸泡好把它清洗干净 浸泡后的清水看起来非常的脏 然后用清水把它洗个三四遍 这样就能换形的吃西兰花了 接下来开始焯水 起口烧水放入一小勺盐一勺 使用油使焯出来的西兰花颜色不变 水开放入西兰花焯水一分钟 用筷子把它翻动一下使它受热均匀 焯好捞起沥干水放入冰水里 使西兰花保持清脆的口感 起锅烧油 油热放入虾仁边炒 中火不停的炒啊炒 把虾仁炒至变色 炒出虾仁的香味 然后倒入焯好水的西兰花 大火把它炒香 再倒入调好的料汁 再把它翻炒均匀 把它收至汤汁浓稠即可出锅 出锅装盘子里即可享受美食啦 再把汤汁也倒进去 这样我的虾仁炒西兰花就做好了 虾仁鲜嫩不腥西兰花口感脆爽 味道鲜嫩特别适合想捡回的朋友吃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的朋友点个关注呗 我们明天见拜拜